红的快,凉的也快的四位明星说起娱乐圈竞争是非常激烈的,而 且如果想在娱乐圈中坚守着自己的阵地,这可是非常不容易的。 于 乐圈是看不见硝烟的战场,很多明星来来往往能让观众真正记住的指 有那几个,所以在娱乐圈中想要立足的话是非常不容易的,而且现在 的娱乐圈有一些明星红的快,凉的也快,当时红极一时,但是慢慢的也 是淡出了人们的视线,那么不妨跟随小编一起来为大家谈点一下吧。 张寒运张寒运绝对是出道及巅峰的代表性人物, 她不仅是2005年快乐中国超级女生活动的代言人,而且她的一句广告词, 酸酸甜甜就,是我,让大众记忆犹新。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这是谁唱的,但是这首歌,绝对是很多人同年的回忆, 她出道的时候才16岁,可谓是少年有为。 而且她的歌唱功力也非常的强,不过因为以后她和经纪公司闹了一。 歇纠纷,再加上简约打官司而错过了发展的最好时机,慢慢的也就没落了。 也就是在近几年她才慢慢地崭露头角,不光是在唱歌,也在演。 戏方面有所小成就的。 明道在我们的童年中,台湾偶像剧绝对是不可缺少的, 而明道绝对是承包了台湾偶像剧大伙的几部,比如说王子,变青蛙,爱情魔法师,天国的嫁衣等,都由明道来出演门。 主。 那时候明道浓眉大眼,他的演技也是非常不错的,虽然在现在看,来有一些傻白甜,但是在当时可谓是风靡一时,但是明道在后来却没。 有什么突出的作品,感觉不知道是因为什么原因,一下子离开了人们的视线。 张栋梁说起张栋梁,那就是一个非常阳光的大男孩儿,他和王心灵的《微笑pasta》这部电视剧,可谓是火到全中国。 张栋梁的《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》,这首歌曲也打动了很多人的心。 不过,自从这部电视剧后,也很少见到张栋梁的身影,无论是在歌坛还是在演艺圈中,好像一下子消失不见,不知道他为何隐退。 马可奇是马可,算是一个童星了,小的时候也是参演了很多部电视剧,你可能叫不出他的名字,但是看到他你会觉得眼熟。 而马可也是因为前几年的花千古大火的,但是他在花千古中的角色,虽然让人非常的喜爱。 并没有擦出多大的水花,人们可能对他的角色记忆犹新,但是对他,这个演员却不买账。 这几年他也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角色,也没有特别大火的电视剧,所以火着就消失了,也是让人感到比较遗憾的。 索 以小编盘点的以上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进行 投赞 订阅 进行 转发 订阅 进行 力 连接 进行 动赞 订阅 我们赞 订阅 平 工